那邊是正面了 這邊是正面 嗨 大家好 我是網紅 今天我們要來做個簡短的開箱 前幾天有一個廠商 他叫做松鋸 這個字應該念松吧 對對對 松鋸 他寄了一整套的廚具給我 他們也沒有跟我說要幹嘛 反正就請我幫他們開個箱 我說好啊 OK 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就寄來了 直接開箱啦 廢話太多了 我有上他們的官網去做一下功課 所以我知道裡面大概有什麼 它裡面有那個耶 胡椒耶 它裡面有送胡椒跟鹽耶 還有他們的品牌的貼紙 OK 這不是很重要 它這個袋子是900D的 所以它算是比較耐磨 而且是抗拉扯會比較好一點 它用的是一個雙D扣的設計 好打開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些空的 可以讓你在自己選擇 要放什麼東西 剪刀 4吋的刀子 多功能刀 這是主廚刀 然後它是陶瓷的 所以它一直有強調一點是 你可以拿它來切東西它很銳利 而且不用去經常的磨刀 但是呢不能拿它來剁東西 再來是這個是麵勺 這個是湯勺 這個木頭的材質呢 他們說是竹子 所以當你今天洗完的時候 要把它們徹底的晾乾 然後再來是鍋鏟 然後那個夾子 12吋的夾子 這邊呢是餐具 這個他們的那個木頭的質感 真的是很不賴耶 我自己覺得質感蠻好的 沒有什麼異味 這個是他們的削皮器 再來這個 這個是很適合我 這個是一個開瓶器啦 你要開啤酒開紅酒 都OK都沒有問題 好再來呢下面有兩個 這個是研磨器啦 那剛剛 它裡面附贈的那個 鹽巴跟胡椒 應該就是要給我們放在裡面試用的 這個要怎麼開 就是直接拔開就開了 喔 它是雙面的耶 我現在才發現 它這邊可以放一個 這邊可以放一個 這兩個應該是一樣的 那我先試試看 既然它都給我了 粗鹽跟胡椒粒了 這時候呢剪刀就拍上用場 喔 這個剪刀好粒喔 喔 這個剪刀好粒喔 這胡椒很貴 先把它蓋起來 喔 有 有 有 這樣子 噢 噴噴噴噴噴啊 我必須說它有點緊 可能是我剛開始用吧 但是反正它就是有點緊 然後它就是兩邊的 這邊有一個置放的空間 下面也有一個置放的空間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兩罐的話 你這樣子就有四個空間可以使用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 它的砧板呢 它也是說是大 哇 這個好大 有點難拔 欸咻 這是大的 這個呢 據說它也是竹子 反正它是木頭的 我覺得木頭類的東西就是 當你今天用完 我們一定會洗 或是拿水之類的擦嘛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用完它 把它保持乾燥 但是說到這一點喔 它吊起來會長這樣子 我把這個砧板拿起來 砧板另外放喔 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子感覺還不錯對不對 如果今天它後面有設計 一個掛鉤的話 我覺得就還不錯 直接把它掛起來 當你今天想要找什麼樣的 廚具都是非常的賞便 但是它後面這個布啊 並沒有做這樣子的設計 我自己覺得有點小可惜 就是變成是 你一定要找個地方把它攤開來放著 那如果今天你是可以把它吊起來 那你的桌面呢 就少了一個空間這樣子 大家如果買這個 14件專用的工具包的話 反正我剛剛開箱的東西 都有在裡面 我記得它的售價沒有到非常非常貴 好像一兩千塊吧 我自己不太提售價啦 就是他們可能會有做一些促銷活動 大家自己上他們的官網 或者是俠皮去看是最準的 好啦 那這就是我這次簡短的開箱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讚 訂閱還有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跟我們聊聊天的 換在下面留言喔 往後去哪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